第248章新老战队与新规则上 在这个时候 贝贝身为唐门掌门大师兄的实力爆发了 他那原本前冲的身体瞬间顿住 整个人突然变得虚幻了 脚踏鬼影迷踪 骤然向侧面横移开来 尽管那剑斥领域凝结出来的剑芒无比迅疾 但是 贝贝的鬼影迷踪步已经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瞬间的闪烁令那剑芒也随之闪动起来 比原本应该斩棘在他身上的速度就慢了那么一拍 也就是趁着这短暂的时间 贝贝的双眼骤然大亮 嘹亮的龙音声中 他身上的第五魂环光芒绽放 粗壮的右臂横挥而出 直接朝住那剑芒的侧面拍去 刹那间 只见贝贝全身的龙灵骤然发生了变化 完全变成了灿烂的金色 那一道道闪电 也充满了光明的气息 他挥出的右手龙爪 在空中竟然瞬间消失了一下 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虚空中已经多了一只金色龙爪 和那灵力的剑芒正面碰撞 而贝贝自己 却在这短暂的瞬间骤然暴退 咔嚓 一声暴鸣宛如九天雷电 在地面炸开一般 灿烂的金光瞬间化为 无数蛇电绽放 贝贝虚空抓住的金色龙爪 依旧没能阻挡住那恐怖的剑芒 被骤然斩碎 但是 剑芒的速度也随之降低了 紧接住 那炸开的无数金色电光 已经瞬间向内合围 将纪绝尘的身体包覆在内 展现出了雷电应有的威能 纪绝尘虽然施展着领域 但他终究还是一名魂狮 而不是石头 领域的威能 终究还是没能完全挺过贝贝这一击 他的身体停顿下来 但那残留的剑影 却也瞬间炸开 将周围的金色闪电挡住 好 贝贝大喝一声 刚刚退开一旁的他骤然反冲 一圈金光骤然从他身上迸发而出 金光绽放的同时 他整个人都变成了灿烂的金色 在那金光包裹之中 甚至看不到了他本人的存在 就那么强悍的朝铸记 绝尘壮举 继绝尘丝毫不拒 双手提握审判之剑 长剑上挑 斩龙剑意凝聚 带起又一道凌厉的剑芒 向贝贝斩去 他的攻击 永远都是那么简单之剑 贝贝所化的金色光团 在空中开始变形 变成了巨大的龙头模样 赫然正是他的第四魂迹 雷霆龙手 只不过 现在的雷霆龙手和以前相比 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 轰 剧烈的轰鸣乍响 一圈金色电光 以双方碰撞的位置为中心 骤然爆发开来 足足蔓延到直径30米开外 在这个范围内 空气似乎已经完全变成了雷电的世界 无数金色电光在其中肆虐 有一些电光甚至粘稠的 犹如液体一般 甚至还有一些球星闪电 在其中暴动 霸黄 雷玉 这正是贝贝进化光明圣龙之后 所施展出的强大领域 电光足足持续了数秒 才渐渐沉寂 现出了贝贝和纪绝尘的身影 贝贝已经重新恢复了 一身蓝紫色龙铃 身上金光完全退去 在他身前期 八米外 纪绝尘依旧双手握剑 他的手虽然依旧稳定 身体却在不断地颤抖 身上的衣服更是已经有多出破损 审判之剑上 代表着光明的一面 此时光芒大放 散发着浓郁的光明气息 一缕血丝从纪绝尘嘴角处流淌而下 但他脸上却没有半分痛苦之色 有的 只是沉思的样子 贝贝向纪绝尘点了点头 道 纪兄 你的剑一好强 第一剑叫什么 纪绝尘回醒过来 道 那是我研究出来的领域 叫做纪 我输了 虽然他喜欢战斗 但一向光棍 赢就是赢 输就是输 当贝贝以雷霆龙手 爆发出霸皇雷狱的时候 他先后斩出了七剑 但这七剑的威能 最终全都被强大的雷狱所吞噬 如果不是贝贝手下留情 他此时根本不可能还站在这里 贝贝摇了摇头 道 不 不能说是你输了 其实 在自我的创造力面前 是我输了才对 祭兄 等你熟悉了这柄审判之剑 我再想赢你 恐怕很难 这柄剑对我的力量有一定的克制作用 无论是霍宇浩 徐三十还是王冬儿 他们都明白 此时贝贝所说的并不是谦虚之言 纪绝尘虽然又输了 但是 他那领域的意见 却直接逼迫贝贝 施展出了最强的光明圣龙进化 否则的话 那时候的他 完全没有把握能够在那一剑面前全身而退 虽然最终贝贝赢了 但是 纪绝尘手中的审判之剑 却吸收了贝贝攻击中 释放出的大量光明属性魂力 只是纪绝尘还不太清楚 如何应用这柄魂倒气神剑 否则的话 贝贝就算赢 也绝对没有那么轻松 纪绝尘道 多谢指教 我要去想想 说完 向贝贝点头示意后 转身就走 绝不拖泥带水 这就是他的风格 金子嫣赶忙追上去 问道 绝尘 你的伤重不重 纪绝尘摇了摇头 当他看向金子嫣的时候 脸上竟然流露出了一丝笑容 然后停下脚步 转向贝贝 徐三时 霍宇浩和王冬儿 认真地道 来到唐门 是我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 以后还要麻烦你们 一边说着 他向众人微微攻身行礼 然后 才手握审判之剑 转身而去 徐三时 看住济绝尘离去的背影 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还说我是疯子 这家伙 要比我疯狂得多吧 在他眼里 似乎除了剑 就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了 贝贝道 就是这样才更加可怕 他选择的 是一条完全特殊的路 他的专一 专一道 只有剑 甚至连任何一种魂迹 都不附加在其中 但正因如此 在剑这个层次上 未来的他 一定能够达到一个 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高度 徐三时 有些不服气的道 那又如何 他这种修炼方法 太不灵活了 而且 他的爆发力虽然很强 但持续能力似乎不太行 和他战斗 只要有所取舍 针对他的特点进行布置 他就很难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优势 贝贝诗笑道 能在一个方面成为最强 已经很不容易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路 我们要尊重他的选择 而且 你不觉得有他在 对我们来说 都是很好的磨练吗 徐三时撇了撇嘴 道 那是对你而言 让人家逼得跟丧家之犬似的 连光明圣龙觉醒都用了 丢人 太丢人了 贝贝没好气的道 你都说了 他的爆发力很强 当时如果我不释放出光明圣龙觉醒 根本没有绝对的把握圣他 下次你为他的建议锁定一下试试 霍宇浩在一旁道 大师兄 三师兄 我和冬儿去修炼了 冀绝尘对剑的执着 对霍宇浩的触动同样很大 紧迫感油然而生 济绝尘的进步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霍宇浩不清楚 如果自己不能加快脚步的话 会不会被他落下 徐三师脸上又露出了古怪的笑容 去吧 去吧 注意安全哦 不等他说完 贝贝就已经将他打断了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宇浩 冬儿 别理他 快去吧 今天我们都不回学院了 你们记得起来吃晚饭就行了 告别了大师兄和三师兄 霍宇浩拉着王冬儿回到房间之中 王冬儿此时也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霍宇浩脱掉外衣走到床边坐下 道 想什么呢 冬儿 王冬儿道 你对纪绝尘的能力怎么看 还有大师兄和三师兄的分析 霍宇浩道 大师兄和三师兄说的都对 但他们对纪绝尘还不够了解 实际上 纪绝尘的持续战斗能力并不弱 只不过他在面对强大对手的时候 更喜欢把自己最强的攻击放在最前面 所以才给大师兄那样的错觉 如果他改变战斗方式的话 也是相当强悍的 不过 他的缺点确实是在于不够灵活 针对这样的缺点 还是有办法对付的 譬如 他刚才施展的领域 就有一种比较无赖的应对方式 王冬儿好奇地问道 是什么 霍宇浩低笑道 你想 如果在他施展领域的时候 我立刻掉头就跑 会怎么样 他一旦进入领域酝酿 整个人就会进入另一种状态 会先锁定对手 然后静默蓄力 看今天的样子来判断 应该是对手向他攻击 他的领域就会立刻爆发 如果对手不攻击 他就会持续蓄力 蓄力时间越长 他那一击必杀的威能也就越强 可是 如果我在一开始掉头就跑的话 他那领域的蓄力 虽然能够做到最大 可是 蓄力完成之后 他全力以赴爆发的攻击 又能达到怎样强度呢 别的不说 我如果通过飞行浑倒器跑的话 15秒 我至少能飞出去三公里了 他的领域威力再大 也不可能一计追出三公里吧 王冬儿笑道 你这办法确实是无赖啊 第248章 新老战队与新规则 中 霍宇浩道 这家伙估计又闭关去了 回头我会提醒他的 其实 他的战斗方式应该有所改变 他那领域的威能足够强了 但爆发的时机却需要进行选择 譬如 如果他能够在前面的战斗中 限制住对手 甚至令对手短暂的失去移动能力 然后再蓄力 爆发 效果一定会大为不同 哪怕蓄力时间只有1 2秒 也足以给对手造成极大的伤害了 王冬儿道 你不觉得 他的能力更适合与人配合吗 譬如 他和你配合的话 一开始他就可以进行蓄力 然后由你来控制敌人 不让对手远盾 当他的蓄力快结束的时候 你用灵魂冲击 让对手暂时失控 实质 这时候 季绝尘的剑施领域恐怕就是必杀领域了 听了王冬儿的话 霍宇浩先是愣了愣 紧接住 他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猛地跳起来 冲到王冬儿面前一把将他抱住 旋转一周 王冬儿惊呼一声 翘脸微红地垂击住他的肩膀 你干什么 霍宇浩将他放下 兴奋的道 真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啊 对啊 我是控制系战魂师 他这个可以说是超级强攻 甚至是必杀强攻了 如果配合得好 我们就算是越界挑战也不是没可能的 他的缺点 可以由我来弥补 你是这个意思吧 王冬儿点了点头 霍宇浩搓搓搓手 道 一直以来 我都是将他当作对手看待的 却没想过我和他之间 还能进行这样的配合 他这必杀的一击 甚至可以放在我们的团队配合之中 专门负责击杀对手最强的一点 而我们从一开始 就可以去控制对方那一点 以他这必杀的剑持领域为爆发点的话 我们能够进行的战术就太多样了 譬如 他一开始就蓄力 然后当他蓄力差不多的时候 三师兄一个学名置换 把对手最强的一个人置换过来 他再来个一击必杀 嘿嘿 王冬儿美眸中也是光芒大量 对 就是这样 可惜 他的年纪超了 不然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去参加 这一届的全大陆青年浑士精英大赛了 霍宇浩微笑道 这个无所谓 他现在已经是咱们堂门的人了 比赛毕竟只是比赛而已 关键是咱们堂门的未来 看来 他和紫燕这两块牛皮糖跟住 也未必就都是坏事 来吧 冬儿 咱们也要抓紧时间修炼了 你们都已经六环 我也要争取早约达到六环 一边说着 他脱鞋 上床 盘膝坐好 等着王冬儿上来 王冬儿却在这时候脸色一沉 站在床边道 先等一下 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 昨天王秋儿找来是怎么回事 你打算回到内院后 怎么和他分那些魂骨 我怎么觉得 他对你有点不对啊 霍宇浩愣了愣 苦笑道 怎么就有点不对了 王冬儿哼了一声 道 大家都是女人 我能看得出 他看别人的时候 眼神都冰冷得很 唯有看你的时候 眼神会立刻变得柔和下来 不信你问问大师兄他们 他们也一定都发现了 我看 王秋儿一定是看上你了 嗨嗨 霍宇浩一脸讨好的笑道 亲爱的冬儿 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 我心里可只有你一个啊 王冬儿哼了一声 道 相信是相信 不过 也要敲打着你 毕竟他那么美 正所谓约久生情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你以后可要少见他才行 那三块魂骨索性都给他好了 省得他再以此为借口 和你多接触 霍宇浩笑道 我怎么觉得 你吃醋的样子很可爱啊 虽然是莫名的飞醋 王冬儿翘脸一红 一把揪住他的耳朵 道 你说谁吃醋 本姑娘还需要吃醋吗 我错了 霍宇浩苦住脸 快来修炼吧 要不我就睡住了 王冬儿哼了一声 这才脱鞋 上床 坐下来后 看住霍宇浩 有点发红的耳朵 虽然依旧板住脸 但却凑过去 轻轻给他揉了揉 霍宇浩苦笑道 我这叫无妄之灾啊 王冬儿道 反正你要答应我 以后尽量和他少接触 愣 愣 少接触 霍宇浩毫不犹豫地答应住 王冬儿疑惑地道 你不是再敷衍我吧 霍宇浩立刻大声叫躯起来 天地良心 我绝对是发自肺腑的 不然让我 好了 我相信你就是了 王冬儿一把捂住他的嘴 霍宇浩顺势一拉他的小手 将他拉入自己怀抱之中 王冬儿带着淡淡清香的娇躯 抱在怀里 实在是太舒服了 顿时令某人 有些心缘一麻起来 霍宇浩答应王冬儿 要和王秋儿少接触 还真是发自内心的 他自己又何尝感觉不到 王秋儿对他的特殊呢 虽然他不能肯定 那是王秋儿喜欢他 但是 在他心中早已被冬儿装满了 无论王秋儿 长得和王冬儿如何相像 他们也毕竟是两个人 霍宇浩可不像让自己最爱的冬儿伤心 冬儿 霍宇浩低声叫道 嗯 王冬儿轻横一声 霍宇浩道 我突然觉得 三师兄说的也挺对的 今天天气不错 不如 我们就在屋里拉帘盖背 睡一会儿吧 你不是说 也要适当地放松一下吗 我就抱着你睡 保证什么都不做 绝不乱摸乱碰 行不行 不行 王冬儿搜的一下 就从霍宇浩怀中钻了出去 翘脸微红 抬起双手道 修炼吧 虽然他也很愿意躺在他的怀抱中 可是 他们毕竟还不是夫妻啊 大白天的 在一起修炼就算了 要是真躺着睡觉 万一被别人发现了 多羞人啊 而且 上次睡住了 是不知不觉中困了 真要让王冬儿答应 和霍宇浩一起睡 他说什么都不肯的 毕竟 他还是只有17岁的少女 内心的矜持和羞涩 足以让理性暂时战胜感性 霍宇浩看住他俏脸上 那份带着羞红的坚持 不禁微微有些发呆 冬儿 你真美 王冬儿这会儿 却是丝毫不假刺色的道 修炼了 你看你 眼睛都是红的 好吧 修炼 霍宇浩无奈地抬起双手 四掌相抵 两人同时闭上了双眼 浩冬之力自然流淌 充满光明气息的魂力注入 宛如长江大河一般运行起来 那种全身畅快的感觉 似乎令霍宇浩自身 所有汗毛孔 全部张开了似的 分外舒爽 还是和冬儿在一起最舒服 他不禁下意识地想起了 自己与王秋儿之间的 五魂融合 或许 那份五魂融合 能够对他的增幅更大 但王秋儿自身秀为的霸道 也必定造成了 两人融合之后的魂力 特性充满狂暴 不只是能够伤敌 甚至也能够反过来伤到自己 魂力运转顺畅 浩冬之力在运行中 一些细微地方的变化 被霍宇浩一一捕捉 经过了这次 星斗大森林的考验 他的整体实力又有所提升 就连对魂力的控制也是如此 压力越大 对于魂师来说 促进也就越强 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 唐门却变得更加忙碌起来 宣子文的加入 令唐门整个魂倒堂的运转 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在宣子文的指点下 魂倒堂变得更加效率 当然 金钱也如同流水一般花出 尽管很多制作魂倒器的 精力魂倒器 宣子文都是自己制作 但制作总需要材料 或以后带回来的稀有金属不少 但相对普通一些的金属 就没有什么了 这些都需要花钱购买才行 宣子文是研究魂倒器制作的权威 但他却绝对不是经济权威 一天折腾下来 就令贝贝已经变得有些愁眉苦脸了 但他也尽自己权力去满足宣子文的一切需求 唐门想要发展壮大 魂倒堂走入正轨是重中之重 这种时候绝不能省 为了购买足够的材料 他甚至还想使来课程的几家大商会 带了不少金币 对于唐门的信誉 这些大商会是绝不怀疑的 因为贝贝带来的 还有史莱克学院的担保 就这样 唐门魂倒堂终于算是全力运行起来 按照宣子文的计划 魂倒堂的下一步就要继续扩建 增加足够的面积 然后招揽人手 当然 招揽的必须是有一定经验的魂倒师 于是乎史莱克学院魂倒系的学员们 就又有了时间的课程安排了 对于这一点 经过贝贝与和菜头的联系 魂倒系那边一路绿灯 别人不知道宣子文的厉害 曾经前往明德堂学习的番语 和菜头还能不知道吗 同样是八级魂倒师 番语很清楚 自己霍宣子文之间的差距 简直不可以道理计 如果不是因为宣子文本身修为 达不到封号斗罗级别 恐怕早就是九级魂倒师了 能让魂倒系学员得到他的指点 这简直是花钱都买不到的 第248章新老战队与新规则下 于是乎 魂倒系学员 甚至是一部分老师 立刻就被派入了堂门 为了表示魂倒系的诚意 甚至还带了一笔资金过来 并且赠送了堂门一批普通金属 作为学员们实践课程所用的材料 毫无疑问 宣子文一个人就给堂门魂倒堂 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这里 他更是完全的主导 不久之后 贝贝与伙伴们商量之后 为了感谢宣子文对堂门做出的贡献 将魂倒堂正式更名为宣堂 由宣子文直接领导 这些都是后话 有宣子文在 堂门的根基终于稳固了 清晨 一大早贝贝就将霍宇浩 王冬儿都叫了起来 昨晚只有他们三个留在堂门休息 贝贝是为了宣子文的各种要求忙了一天 而霍宇浩和王冬儿则是足足修炼了一天 大师兄 这么早就叫我们起来干嘛 霍宇浩和王冬儿才刚刚吸收完紫期东来 贝贝就过来了 这会儿天才刚蒙蒙亮 时间早得很 贝贝道 不是我叫你们 是玄老让咱们一早就回去 应该是新一届大赛的事情有眉目了 这次大赛我们很可能要代表堂门出战 走吧 先去吃饭 吃完饭咱们就回去 其他人都在内院那边等住 三人吃过早饭 出了堂门 直奔史莱克学院而去 这就是静的好处 时间不长 他们已经回到内院之中 史莱克奇怪的其他四人 就在他们进入内院的必经之路上等住 七人凑齐之后 一起直奔海神阁 等他们赶到海神阁的时候 有内院弟子 竟然还有几人是外院的 但这些人对于霍宇浩来说 却是相当的熟悉 在带华兵 宁天 朱禄 乌丰 邪幻月 曹景轩 周思辰 蓝素素 蓝洛洛 一共十人之多 其中 王秋儿 带华兵 宁天 乌丰 邪幻月 这几个室内院弟子 另外五人 都是外院学员 除了诸禄意外 其他四个还都是霍宇浩他们班的 他们又怎能不认识呢 他们看到了这些人 这些人自然也看到了他们 曹景轩 周思辰 蓝素素 蓝洛洛这四人看到霍宇浩时倒还好 但当他们的目光落在王冬儿身上时 就不禁立刻扭头向王秋儿的方向看去 看看这边 再看看那边 一脸的吃惊之色 其中 曹景轩和周思辰脸上甚至还带着几分兴奋 也不知道这俩家伙在想些什么 贝贝带着众人在三位长者的另一边站成一排 向三位长者行礼 玄老点了点头 道 好 人都来齐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 一边说着 他的目光落在史莱克七怪身上 道 昨天 我们正式接到大赛组委会方面通知 新的赛制和规则已经制定完毕 大陆四国全部通过 所以 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 在新一届大赛中 将有宗门代表队参赛 你们现在还有最后改变主意的机会 贝贝扭头看向伙伴们 众人立刻递给他坚定的眼神 贝贝这才回过头 恭敬地向玄老道 玄老 颜院长 蔡院长 我们已经决定了 我们愿意代表唐门参赛 玄老点了点头 道 好 既然这是你们的决定 我希望你们就能做到最好 但我也必须要提醒你们的是 因为你们代表的是唐门 所以 你们在新一届大赛上 人员方面将得不到学员的任何帮助 你们的替补队员 也只能从唐门内部选择 所有的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 你们的胜负 都与学院无关 是 七人共同答应一声 他们当然明白 玄老这么说 绝不是为了推卸责任 而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名正言顺地去参赛 玄老道 下面我将具体的赛制告诉你们 你们要牢记 这一届大赛与网界不同 由于引入宗门战队 必定会导致参赛队伍数量暴增 竞争也会空前激烈 经过约约帝国那边研究 最终决定 赛制如下 新一届大赛最终定名为全大陆青年高级浑石精英大赛 因为参赛队伍过多 将直接采取淘汰赛一直到决出32强为止 32强分为四组 每组前两名晋级八强 从预赛 小组赛 到最后的决赛阶段 所有赛制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 个人淘汰赛加团队赛 每一场比赛 每一支参赛队伍都可以派出七人参赛 也只能派出七人 一旦名单指定之后 比赛开始就不能再做变更 首先进行的 是个人淘汰赛 对抗的双方各派一人上场 击败对手 继续战斗 直到输掉比赛为止 也可以在比赛过程中自动弃拳 获得一场胜利 得一分 个人淘汰赛的最终获胜方 还将得到两个小分 个人淘汰赛结束后 将进行七对七的团队赛 参赛者依旧是先前个人淘汰赛的七人 中间没有休息时间 如果有一方的七人因为受伤而人数不满 有多少人就多少人参赛 团队赛的获胜者将得到五个小分 在预赛的淘汰赛阶段 比赛结束后 小分高的一方获胜 听着这全新赛制 史莱克奇怪都流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 玄老继续道 相信你们已经发现了 在这全新的赛制之中 更重视的是个人的战斗力 个人淘汰赛就成为了重中之重 如果在个人淘汰赛上全取分数 那么甚至可以不进行团队赛而获胜 这其中战术安排就将成为极其重要的部分 所以你们回去以后也要多多研究 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战斗方式 说到这里 玄老将目光转向了另一边 看着王秋尔等人 到站在你们面前的 是参加了上一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 斗魂大赛的选手们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 因为他们在上一届大赛中的优异表现 获得了学院最高荣誉 终身史莱克七怪称号 而这一届大赛 他们虽然依旧参赛 但却不再代表学院 而你们这十个人 将分别作为正选队员和替补队员代表学院参赛 希望你们能够不负学院厚望 获得好成绩 少折 是 严少折答应一声 上前一步 到 新战队以王秋尔为队长 正选队员包括 戴华斌 宁天 朱禄 乌丰 协换月 曹景轩 替补队员 周思辰 蓝素素 蓝洛洛因为这一届大赛的特殊性 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 学院将不再派出低年级的预备队员 霍宇浩他们此时才知道 对面这十位也是刚被叫过来的 恐怕他们自己都还不知道是来做什么的 果然 听了选老之前的讲述 再加上严少折的宣布 这十个人的脸色都有了不同的变化 像曹景轩 周思辰 蓝氏姐妹他们 眼中当然都是亢奋之色 能够代表史莱克学院出战 这是何等荣誉啊 虽然这是因为史莱克奇怪 不代表学院参赛而空出的位置 但依旧是绝好的机会 绝对可以用积不可施 施不再来形容了 但是有些人的脸色却不是那么好看了 身为内院学员 戴华斌 明天他们多多少少都听到过一些消息 在他们看来 代表学院的新战队成立 名单之中有他们那是必然的 毕竟他们年纪适合 而且实力在同龄人中也算是出类拔萃的 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学院居然找来一个和王冬儿像貌一模一样的女学员 来作为他们这支新战队的队长 其中最有队长希望的戴华斌和明天 脸色就都不太好看了 明天还好些 也就是脸色略微有些不自然而已 当然 这也和看到霍宇浩 王冬儿有关 而戴华斌的脸色就是黑如锅底了 他一向不太擅长演示自己的情绪 甚至攥紧了双拳 如果没有意义的话 就这么安排了 从今天开始 你们要集中特训 严少哲陈生说道 报告 戴华斌上前一步 嗯 严少哲眉头微皱 看着这虽然很有天赋 但性格十分刚愎的学员 严院长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这支新战队的队长 是以什么条件来安排的 严少哲淡然一笑道 当然是以实力 王冬儿是今年 严少哲陈生道 为了让大家熟悉新赛制 也为了检验你们各自的实力 接下来 我们决定让你们新劳两支战队 进行一场对抗 由于新战队刚刚成立 彼此配合还需要进行磨合 所以 今天只进行个人淘汰赛 哪一方的参赛队员被全部淘汰 为父由于双方实力的不均等 新战队以十人参赛 个人淘汰赛对抗 史莱克奇怪这边 表情上并没有什么变化 而另一边的新战队 包括王秋儿在内 却是都有几分跃跃欲试的味道 显然 对这支老战队 他们是不怎么服气的 为了对抗的正事 在斗魂区举行 出发 一艘百渡船早就在海神岛旁等候了 众人纷纷上船坐定 朝着外院的方向而去 斗魂区那边 地方更大 也更方便施展能力 戴华兵目光灼灼地 盯视住对面坐着的霍宇浩 双瞳邪谋流露着殷勤不定之色 虽然他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 可是 这么多年以来 他却从没有赢过霍宇浩 尤其是那天 在海神岛相亲大会上 他们几人联手 可最终却依旧输给了霍宇浩和王冬儿 甚至可以说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这对戴华兵的自信心 产生了极大的打击 尽管他也试图用霍宇浩和王冬儿 是因为施展武魂融合剂来说服自己 可是 同样能够施展武魂融合剂的自己和朱禄 在施展武魂融合剂之后 就能战胜他们吗 戴华兵没办法给自己一个肯定的答案 机会 又一次摆在了面前 这一次 他们要进行的是一对一的个人淘汰赛 将不会再有武魂融合剂的出现 一对一 我能不能战胜他 霍宇浩坐在对面 他的目光可没有去看戴华兵 自然也不会关注他在想什么 对于这个害死自己母亲的仇人之一 哪怕现在霍宇浩相比以前 已经心平气和了许多 但只要见到他 仇恨的影子却依旧会立刻从内心浮现 他真怕自己忍不住 就那么在学院里将他击杀了 五环魂王 妈妈 您看到了吗 我已经是魂王级别了 不久的将来 我就将前往白虎公爵府 为您讨还公道 我要让那些曾经残害过我们母子的人 付出应有的代价 心中有着这些念头 霍宇浩的眼神自然是有些呆滞的 而他那呆滞的眼神注视的方向 却正好是王秋儿那边 王冬儿在他身边轻轻地掐了他一下 霍宇浩身体僵硬了一下 这才回醒过来 看得那么入神吗 王冬儿似笑非笑地看住他 霍宇浩苦笑道 不是的 我在想别的事 王冬儿点点头 看向清澈的湖面 你不用解释的 我 曹景轩嘿嘿笑道 班长 不给我们介绍一下身边的美女吗 美女你好 我叫曹景轩 以前是班长的同班同学 王冬儿白了他一眼 道 介绍什么 本姑娘换个发型 你就不认识了吗 此言一出 一般四人不禁都愣住了 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 还有这说话的味道 瞳孔收缩 曹景轩和周思辰对视一眼 紧接住 不约而同的师生惊呼道 王冬 王冬儿忍着笑意 道 正是本姑娘 曹景轩目瞪口呆地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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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是女人 还和我们队长长得一模一样 什么情况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班长 班长 快给我们说说 这怎么回事 你们这是玩什么 霍宇浩苦笑道 女扮男装啊 周思辰直指霍宇浩 再直指王冬儿 女扮男装 那你们以前可是住一间宿舍的 难道你早就知道了 天啊 你们那么小年纪 竟然就未婚同居了 天啊 王冬儿猛地站起身 翘脸一片晕红的怒道 什么叫未婚同居 那时候 我是以男学员的身份 我们 我们没同居 周思辰嘿嘿一笑 道 对 对 没同居 就是在一个屋里睡觉而已 这话一说 旁边的众人脸上 都不禁流露出了笑意 王冬儿双眼微眯 咬牙切齿地道 周思辰 有本事你待会儿第一个上场 不打得你满地找呀 本姑娘就不信王 周思辰才不上当呢 立刻一正言辞地道 我在第几个上场 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 我要听队长的 嗯 那你待会儿就第一个上吧 王秋儿清冷的声音 淡淡地飘了过来 呃 队长 周思辰一脸呆滞地 向王秋儿看去 王秋儿却不理他 也不知道是处于什么心态 竟然变相地帮了王冬儿一把 王冬儿的表情 立刻变得飞扬起来 很好 待会儿比赛场上见 大师兄 我要第一个出场哦 贝贝微笑汗手 周思辰一脸卑异地 自言自语道 我怎么忘了 他和队长长得一样 他们应该是姐妹吧 我怎么这么蠢 曹景轩 都怪你 都是你说是我这么说的 班长 我是冤枉的 王冬儿当初也是班长 他这一声呼唤 可就不是叫霍宇浩了 就在这番闹剧之中 百渡船已经来到了湖畔 众人纷纷跳上岸 在悬老 严少哲和蔡妹儿的带领下 朝着斗魂区的方向而去 只有周思辰像双打的茄子一般 一脸的抑郁 斗魂区这边早已做好准备 里面显得很安静 这场个人淘汰赛的观众 也就仅有玄老三人而已 当然 他们还有充当裁判的职责 玄老和蔡妹儿站在场地旁边 严少哲向双方道 你们分别在南北两边 由队长安排出战顺序 稍后第一个出战的队员登场 我为裁判给你们十分钟准备时间 双方分在两边 史莱克奇怪这边自然没什么 贝贝略做思考后就开始进行了分组 按照之前所说的 王冬儿被排在第一个出场 另一边却有些热闹了 你待会儿第一个 王秋儿指了指周思辰 周思辰苦住脸 道 队长 咱们现在可是和他们在对抗啊 我们要迷惑他们 你应该选个和王冬有相克能力的 我觉得吧 我不行 王秋儿皱了皱眉 道 人无信不利 既然答应了 就要做到你第一个出场 还有问题吗 周思辰本身就是十分洒脱的性格 见王秋儿强势 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不过 他没说什么 可不代表别人没意见 戴华兵冷哼一声 道 你作为队长 连我们大家的意见都不问 就随便安排人出场 你这是想要获得胜利吗 我看 你分明就是和他们关系很好 想要让我们故意输掉吧 王秋儿瞥了他一眼 不知道为什么 戴华兵心头骤然一紧 仿佛有种被恐怖怪兽注视般的感觉 我并不了解你们 这场切磋 就是要让大家相互了解的 谁先出场 谁后出场 有什么问题 学院内部的切磋 胜负很重要吗 我们要的 是在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上击败他们 以不服我的指挥 可以退出 你 戴华兵刚想发作 却被一旁的朱禄拉住了 朱禄向他摇了摇头 大家的年纪都比当年大了许多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戴华兵这么冲动了 戴华兵当初的意识冲动 断送了他在一班的学习 虽然在二班也得到了很好的待遇 但是和后来霍宇浩 王冬的发展相比 还是要差了一些 朱禄很清楚戴华兵对于这次大赛是何等重视 因此 在这个时候 就不能让他因为冲动而产生什么变数 戴华兵没有再说什么 但乌峰却有些阴阳怪气地说道 队长 你和王冬儿长得那么像 你们是姐妹吧 王秋尔眼神一寒 冷冷地道 我只说一遍 我和王冬儿没有任何血缘上的关系 我和他只会是对手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关系 听明白了吗 乌峰眼睛一瞪 你吃枪药了 不会好好说话 王秋尔转过身 面对乌峰 刹那间 一股无与伦比的强盛气息 骤然从他体内迸发而出 乌峰本身也是龙肋武魂 但是 在王秋尔的强横气势面前 他的武魂居然被一下就压迫地释放了出来 炽热的气息中 火红色的龙铃 覆盖在乌峰身上 但哪怕是有武魂的释放 也无法令他的内心有半分平静 震惊地倒退一步 乌峰看住王秋尔的眼神 已经完全变了 尚未压制 怎么可能 你是什么武魂 震惊地倒退一步 乌峰看住王秋尔的眼神 已经完全变了 尚未压制 怎么可能 你是什么武魂 王秋尔却不理他 扭头看向周思辰道 你出场吧 不用计较输赢 尽力发挥就是了 哦 周思辰答应一声 转身就向场内走去 这时候他突然觉得 和王冬儿相比 这王秋尔似乎更加可怕 戴华斌和乌峰 这两个强势的家伙 竟然一下就被他压制了 难怪学院让他做队长 还是不要得罪他的好 快步来到场地中央 另一边 王冬儿也已经走出来了 第249章 强悍的王冬儿 中 周思辰苦住脸道 班长 你可要手下留情啊 尤其是千万不要伤到 我英俊的面旁 我这辈子的幸福 可就靠我这张俊脸了 王冬儿失笑道 不对吧 我怎么觉得 你长得对不起人啊 不如我替你整整容 站在场地中央的 颜绍折道 行了 开始吧 一边说着 他缓缓向后退去 霍宇浩 王冬儿和周思辰 曹景轩 他们当初虽然是同学 但毕竟有些年 不在一起修炼了 大家相互之间 并不怎么了解 所有的记忆 都还停留在当年 颜绍折一说开始 周思辰立刻就把 自己的武魂 释放了出来 厚厚的宝典 虚弦于半空 和当初相比 宝典散发出的光芒 明显要强盛许多 两黄 两子 四个魂环 围绕着宝典上下律动 周思辰现在是四环 魂踪及修为 不过 他的魂力 现在已经有48级了 距离魂王并不遥远 在一般学员中 也算是 出类拔萃的存在 也就在他释放 宝典的时候 王冬儿动了 他并没有急于 释放出自己的武魂 而是弹身而起 直奔周思辰的方向扑去 周思辰在释放 宝典的同时 则是快速后退 他虽然算是强弓系战魂师 但他走的路线 却是召唤 他这宝典武魂很有特点 在获取魂环的时候 是可以将杀死的魂兽 直接封印在宝典之内 虽然只能获取 该魂兽的一种魂迹 但是 该魂兽在被召唤出来时 基础属性却还是在的 这就是宝典武魂的优势所在了 像他这种召唤类的 强弓系战魂师 本就数量稀少 而宝典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王冬的速度极快 但周思辰也不慢 当年周一教导他们跑步的时候 他们可都是参加过的 周思辰脚下快速后退 手中宝典已然翻开 身上的第一魂环随之亮起 一道黄色光芒骤然出现 从宝典上飘落在他面前的地面上 一头巨熊悍然挡住了 王冬儿的去路 正是周思辰的第一魂迹 召唤大帝之雄 王冬儿的身体依旧在前冲 那大帝之雄出现之后 一双宽厚的熊掌立刻扬起 然后重重地向下拍去 周思辰并不是让他去拍王冬儿 他很清楚 以王冬儿的灵活性 再加上大帝之雄 不过是他的第一魂迹 是不可能命中的 他要的是减缓王冬儿的行进速度 大帝之雄一双熊掌拍击在地面上 顿时抱起一声轰鸣 强烈的地震波朝着王冬儿的方向蔓延而去 也就在那双熊掌拍中地面的同时 王冬儿跳了起来 论战斗惊艳 他就算不如霍宇号也不会少得太多 身在空中 璀璨的蓝与金双色光彩释放 光明女神叠双翼在背后舒展开来 带着他的身体顿时飘飞而起 在空中猛然拍动一下 速度斗增 直接从大帝之雄头顶上方越过 直奔后面的周思辰扑去 周思辰也没闲着 大帝之雄发动的同时 他的第二 第三 第四 三个魂环也是交替闪耀 召唤火焰魔虎 召唤荆棘之僧 召唤幽冥之蟒 三个魂祭几乎是不分先后的释放出来 周思辰这种召唤类魂祭 也有他本身的问题所在 那就是一个魂祭只能同时释放一次 像大帝之雄 他只能同时存在一只 而不能无休止地进行召唤 只有死掉之后 才能够重新释放 火焰魔虎一声咆哮 一颗硕大的火球已经从口中喷出 朝住空中的王冬儿轰击而去 而周思辰却消失在了荆棘之僧中 他这荆棘之僧是一个相当了得的魂祭 正是为了他自身召唤战魂师的特点而制定的 荆棘之僧出现后 会立刻持续生长 当然 他的生长也会消耗周思辰的魂力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荆棘之僧已经蔓延到了直径20米开外 也是相当巨大的一片了 这些荆棘生长速度极快 足有一人多高 上面的尖刺铺天盖地般 朝着王冬儿的方向席卷而去 还有一些荆棘之条向上席卷 看大意思 只要王冬儿敢于接近 立刻就会向他发起攻击 凭借住荆棘之僧的守护 周思辰那是踪影皆无 他的意思很明显 他也自知不是王冬儿魂帝秀为的对手 就是要尽可能地去消耗王冬儿的实力 这是个人淘汰赛 获胜方是要持续 这个周思辰 是个思路很清晰的学员 将自己的优势尽可能地发挥出来 不怕自己耗费魂力 关键是要让对手 也跟住自己一起耗费魂力 王冬儿身在空中 背后赤意展开 伴随着第二魂环闪耀 大片的金色光团从天而降 发起了覆盖性的轰击 正是蝶神之光 火焰模糊的火球被直接轰碎 大量的荆棘虽然讨厌 但因为数量的庞大 攻击力却并不高 被蝶神之光阻挡部分之外 剩余的也都被王冬儿护体魂力挡住 王冬儿冷哼一声 突然身形一个倒翻 没有再向前飞行 反而是落向了后方刚刚直起腰的 大地之雄 只见他身形一个翻转 脚尖就向大地之雄尖头点去 与此同时 双手一合 一团硕大的光球 已经朝着外面飞了出去 目标直指火焰模糊 大地之雄 是在周思辰控制之下的 眼看王冬儿飞来 那自然是毫不犹豫的双掌向上拍击 但是 王冬儿毕竟是魂帝级强者啊 实力之间的差距在这个时候就显现了出来 只见蓝金色的光芒骤然一闪 王冬儿已经落在地上 背后的大地之雄身体却是僵硬住了 两道蓝金色的巨大伤痕交叉着 从大地之雄两侧肩膀沿着后背 一直到腿部 是以炸刀面前 他的防御力根本起不到足够的作用 王冬儿的速度也就在这时候加快了 那团飞向火焰模糊的光团骤然炸开 化为无数道光刃将火焰模糊笼罩在内 虽然这只是第三魂技 但在超过六十级的魂力支持下 那每一道光刃蕴含的力量 产生着足够的破坏力 火焰模糊瞬间被撕得粉碎 四个召唤魂技 瞬间就被破掉了两个 而王冬儿却没有趁势冲向前方的荆棘之森 他的一双赤翼变了 原本宛如蔚蓝大海般的赤翼上 所有的金色光斑突然光芒大放 紧接住 一簇簇金色火焰就那么在赤翼上燃烧了起来 烈火燎原 寝客间蔓延在赤翼的每一个角落 就连王冬儿本身也渲染上了一层金光 那灿烂的金色火焰 哪怕是在白昼都是如此独目 就是这瞬间的停顿之后 王冬儿动了 直奔荆棘之森冲去 没有再继续召唤自己的头两种召唤兽 隐藏于荆棘之森中的周思辰很清楚 那两只召唤兽根本没办法缠住王冬儿 既然如此 他就要将更多的魂力 留在自己的后两种强力召唤之中 幽冥之莽已经悄然隐藏在了荆棘之森中 而荆棘之森本身也保持在 直径30米的范围不再扩大 眼看着王冬儿重来 顿时大片的荆棘席卷而起 直奔它缠绕过去 王冬儿却是冷哼一声 郊躯突然变得虚幻起来 唐门绝学 鬼影迷宗部 他那一双闪耀着金色火焰的赤翼 在鬼影迷宗部的带动下 就像当初无起的光之霓裳一般动人 粉蓝色的长发在脑后飘扬 两边赤翼却如同两柄巨大的火焰 闸刀一般纵横辟 那些坚韧的荆棘 只要一遇到赤翼上的火焰 立刻就会溃退 而赤翼闸刀之下 王冬儿就像是戈麦基一般冲入了荆棘丛中 只见他锁过之处 荆棘横飞 金色火焰却开始在这荆棘丛中蔓延开来 强横无比的硬充 周思辰郁闷啊 这就是等级上的压制啊 他相信 如果自己也是六环魂帝修为 王冬儿想要这么轻而易举地 冲入自己的荆棘之森 是绝不可能的 只是 现在的荆棘之森 面对王冬儿还是太脆弱了 尤其是他那赤翼上燃烧着的光明火焰 更是对荆棘天生就有着强力的克制 只能消耗了周思辰一边补充着自己的荆棘 一边不断地改变方位 不让王冬儿找到他 与此同时 那条硕大的幽冥之蟒 也开始悄悄地找机会向王冬儿接近了 王冬儿这光明之火 借助的是黄金之蟒的作用 他的精神力也扩散开来 寻找着周思辰所在 不过 周思辰确实狡猾 这荆棘消耗得虽快 但他补充得也很快 王冬儿心中暗暗点头 在自己不想使用更高层次魂迹的情况下 想要解决周思辰 还真的需要这么耗下去 直到对手魂力耗尽为止啊 消耗就消耗 我怕你不成 正在这时 突然间 一道虚幻的光影 从王冬儿右后侧骤然出现 那光影本身是半透明状 但却相当硕大 一下就缠绕在了王冬儿身上 就连他的赤翼闸刀都给缠绕在内 坚韧的身躯 虽然被光明之火灼烧得痴痴作响 但也给周思辰争取到了充分时间 第249章 强悍的王冬儿 下 成了 周思辰心中大喜 立刻毫不犹豫地控制住自己的经济之森 全面扑上 如果在王冬儿的大意之下 自己能够获得这一场的胜利 那可就真是露了大脸了 可惜的是 愿望虽然美好 但往往无法真正实现 就在周思辰控制着大量经济 也缠绕上去 想要完全压制王冬儿 逼迫他认输的时候 一股强横无比的魂力波动 骤然爆起 一道直径三米的金色光束 骤然冲起 幽冥之蟒就在这金色光束中净化 周围所有扑上来的荆棘 也随之化为飞灰 王冬儿身上的第四 第五两个魂环交替闪耀 在六芒星阵爆发的下一瞬 六芒星上方的王冬儿 再次出现了变化 只见他右手一指 那在地面上的六芒星阵 竟然飞了起来 长达百米的巨大金色光束 横扫而出 在那恐怖的微能之中 所有地面上的荆棘 瞬间化为飞灰 就连周思辰也被这一扫囊括其中 在金光的照耀中被席卷而起 澎湃的光元素束缚 令他再也无法有丝毫动弹 双手高举 表示自己认输了 王冬儿的第五魂迹 六芒星之控 这还不是他六芒星之控的 完全状态 只是借助了六芒星阵而已 如果这一击 是由他自身直接释放 那么威力就又不一样了 当然 眼前这种释放方法 是很节约魂力的 金光消失 周思辰苦住脸出现在地面上 光明之火的侵袭 令他魂力剧烈消耗 王冬儿要是在晚收手一会儿 他恐怕连衣服都保不住了 严少哲面带微笑地道 思辰表现得不错 去吧 下一个 周思辰心中一喜 能给严院长留下个好印象 显然也是不错的结果了 赶忙向严少哲攻身行礼 然后向王冬儿比出个大拇指 这才掉头回归本方去了 王秋儿看了一眼身边的队友 右手一指 道 你上吧 其他人看他的样子 根本就是随手指的 这第二个被他派出去的 赫然正是蓝氏姐妹中的姐姐 蓝素素 蓝素素 蓝洛洛也都是魂宗修位了 他们都是控制系战魂师 自身五魂为头发 但这姐妹二人之所以能够入选替补阵容 最重要的是他们那五魂融合技 一对一的战斗 他们又怎么可能是王冬儿的对手呢 果然 姐妹俩在王秋儿的命令下先后上场 纷纷被王冬儿击败 三比零 史莱克七怪这边已经强势获得了三个积分 你上 王秋儿第四个指向的人 是邪幻月 相比于蓝氏姐妹 邪幻月的个人战斗力就要强得多了 毕竟 论修为 刚入学纳惠尔 他和戴华斌 宁天 才是年纪中最强的 纳惠尔连霍宇号都没有展露头角呢 邪幻月这一上果然就不一样了 虽然最后依然败下阵来 但也极大的消耗了王冬儿的魂力 冬儿 下来吧 这一场我们认输换人 当王秋儿第五个派上宁天的时候 贝贝招呼王冬儿下场 连胜四场 王冬儿的任务已经完成得相当出色了 菜头 贝贝想和菜头比了个手势 和菜头事事然地出场了 他那大光头绝对有特点 更何况之前在海神园相亲大会上 他就给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时候的宁天 也是相亲大会的参与者之一 虽然最后失败了 宁天是辅助系战魂师 但他也绝对是个聪明的姑娘 当王秋儿因为不了解他的能力 而点到他的时候 他依旧走上场来 自身武魂不能战斗 但还可以使用魂导器 七宝琉璃宗在魂导器的应用方面 因为自身宗门武魂的特殊性 早已走在了其他宗门的前列 可惜的是 贝贝何等老辣 当初在海神园相亲大会上 就见到宁天使用过魂导器在湖面上行进 再加上对他七宝琉璃塔的了解 直接给他派出了一位最擅长魂导师的对手 你认输吧 和菜头毫不客气地说道 宁天冷哼一声 道 还没打过 怎么知道我就一定会输 一边说着 他背后一双蛇翼张开 光芒喷吐至终 带着他的郊区从地面上悬浮而起 飞行魂导器 不仅如此 宁天也开始了全副武装 一门魂导炮被他扛上了肩膀 身上也有多处出现了魂导器 幻化而成的铠甲 魂力凝聚 一炮就朝着和菜头的方向轰击了过去 和菜头的脸色看上去有些无奈 右手一抬 只见一道白光闪过 宁天释放出的那枚炮弹就在空中爆炸了 紧接着 宁天的瞳孔开始收缩 和菜头此时就像个变形金刚似的 在一连串的金属铿枪声中 他来了一个落地生根 一根根粗大的炮管不断从他身上出现 全部所定向空中的宁天 看上去 此时的宁天悬浮在空中 倒更像是个靶子 史莱克七怪中 论个人实力 谁最强 这个问题如果让霍宇浩来回答的话 他一定会说 如果在有一定距离的情况下 这个距离大于200米 那么实力最强的 必然是二师兄 和菜头的主要研究方向 就是魂倒炮台战法和定装魂倒炮 他追求的 就是最大破坏力 在其他人的修为 还没有达到七皇魂胜 拥有五魂真身的情况下 身为魂倒师的和菜头 无疑是占优的 当然 他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远程上 一旦被同级别魂师接近的话 那么 他的优势就将荡然无存 简单来说 如果是贝贝面对和菜头 两人在战斗一开始 相隔200米开外 那么 和菜头获胜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但如果双方距离为100米 胜负就难料了 若是近到50米的话 那么 贝贝赢的概率就要大一些 而此时宁天的出场 虽然他自身擅长于辅助 但他现在所使用的 却完全是魂倒师的战斗方式 面对史莱克学院学员中 可以说是魂倒师第一人的和菜头 他又怎么可能有半分机会呢 和菜头只是释放了一波密集的攻势 但是他接下来的攻击就被颜绍哲院长挡住了 明天 败 王秋儿这边 除了他自己以外 此时其他人的脸色都是相当的难看 比赛从开始到现在 他们虽然在人数上占优 但却已经输掉了五场 而对方却只有一个王冬儿结束战斗而已 和菜头那强横的混倒气 王秋儿扭头看了一眼身边的伙伴 心中暗叹一声 实力差距 确实是不小啊 霍宇浩那边 这些人的个体战斗力都足够强 这场切磋 想要获胜 难了 可就算这样 也绝不能让己方的士气完全被磨灭 必须要振奋一下士气才行了 想到这里 王秋儿淡淡地道 下一场 我上 一边说着 他已经大踏步地朝场中走去 看到王秋儿自己走了出去 尚未出场 但脸色难看的戴华冰等人 都是微微一愣 在他们看来 以王秋儿前面这么随意地安排 恐怕是要自己守在最后 却没想到他这就出场了 王秋儿一走出来 和菜头脸上原本轻松的表情 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那天 他可是亲眼看到 王秋儿是如何战胜季绝尘的 虽说这和季绝尘所用的武器 有很大关系 但也充分显现出了 王秋儿强悍的实力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众人还注重询问了 王秋儿的能力 霍宇浩和王冬儿 简单讲述了一遍 此时他走了出来 和菜头自然也是要提高警惕的 颜少哲看到王秋儿出场 心中暗暗点头 这姑娘绝不是那种 有勇无谋的类型 选择在这个时候出场 而不是最后 应该是为了提振湿气吧 王秋儿遥望和菜头 然后向颜少哲点头示意 自己准备好了 颜少哲高声道 开始 为了比赛的公平 身为魂导师的和菜头 在上一场比赛结束后 就已经将自己的魂导器 全部收回去了 新一场比赛 使用什么魂导器 需要重新释放才行 就在颜少哲 一生比赛开始喝出的同时 王秋儿动了 四目金光 从他身上骤然爆发开来 只见他左脚用力 在地上一踏 大地就像是被一头巨龙踩踏了似的 发出一声令人心胆俱寒的爆鸣 直径五米范围之内 地面居然随之塌陷 军裂的痕迹更是蔓延出十多米之远 也就借助这一踏之力 王秋儿的身体 已经如同一道金色闪电般冲出 速度之快 令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眼睛花了似的 周思成和曹景轩这哥俩此时都张大了嘴 他们的目光没有去追逐王秋儿的身影 而是落在了被他踩踏过的地面上 周思成喃喃地道 这 这还是人吗 这要什么级别的力量才能做到啊 太可怕了 曹景轩的声音甚至都有些颤抖了 是啊 太可怕了 在他发力的时候 甚至连武魂都没有释放出来啊